可是他一直就在我身上 所以在你心里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为了钱可以不择手段 是吗 不然呢 不是你亲口跟我说的吗 说你们家破产了 一群人逼着你还钱 你们的钱应该什么都可以做吧 你要钱可以来找我呀 可以试试看 你在我这儿指挪上 原来在你心里 我就是这么一个货色是吗 如果你真的坦荡 你从一开始就应该承认 而不是因为的逃避 隐瞒 我承认 那天我去林家 是受池山的雇佣换遗嘱 我没有杀人 你说没有就没有 我可以拿我的性命发誓 林心头 这件事情太复杂了 我不想把你牵扯进来 我怕你有危险 这么多天的朝夕相处 你难道真的没有感觉是吗 我没有感觉 我一直想找到杀我爸的那个人 可是他一直就在我身上 遗憾中试探 熬过这一晚 把誓言都点燃不顾弹 有水 不是要证明吗 这感觉和那天的一样吗 林心头 你好好想一想 一直以来我对你说的话 你要真的觉得我是那个凶手 你现在可以去报警 我相信过你 可你太让我说了 可你太让我说了 我相信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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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把他签了 这是什么 你的新合同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的私人助理 你 肯相信我了 三点 第一 如果我爸真是你杀的 你完全没必要冒充周末来到我身边 让我抓你的借性 第二 如果你真是为了那点钱 那你天天在我身边 完全有机会偷走印章 然后把我的钱都转走 但你没用 综上 和我信不信任你没有任何关系 事实如此 那 第三点呢 第三 你喜欢我 周末说的 我怎么会是什么 你怎么会说 我快乐 我看你 我怎么会是什么 因为我 我现在怎么会 怎么会 他也不疑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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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